那时有人把一个父母的阿爸带来见耶稣 他把魔鬼赶走 阿爸就说起话来 群众十分惊讶地说 在以色列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呢 可是法利失人说 他能驱魔 是靠魔王的帮助 耶稣走遍各城各村 在他们的会堂教导人 孙广天国的福音 治愈各种残疾病痛 每当他看见百姓 便肯连问他们 因为他们困苦又无助 再没有牧人的羊群 于是他对门徒门说 田女要收割的庄价很多 但工人很少 所以 你们要祈求庄价的主人 多派工人来收割他的庄价 田女要收割的庄价 在忙时 快点 有何 tails